大陸國台辦22號宣布將恢復台灣石斑魚輸入 消息一出多數樣知戶好開心 每個人都等很久了 我喜歡是跌一條路人走 然後職業者他們也是很開心 因為企業的時候他們就比較沒有負擔 103年限定ECFA之後 石斑魚出口量達到高峰 109年起受疫情影響降到低點 出口量大約只剩五分之二 去年6月大陸已檢出孔雀石綠接金子禁用藥物 及土酶素超標為由 暫停台灣石斑魚輸入 導致漁民大虧本 價格跌到每台金90元左右 我們要做很嚴格的整改計畫 包括從漁廟的選擇 用藥的管理 履歷 每一個養殖池 甚至於搬運船 總共你要搞台獨 他要叫他買你東西 目前石斑的價格最高可達1斤170元 依照慣例過年前 漁價還會再上漲 提升產能的時候 也必須去評估 避免這個所謂的強氧 導致增具的價格 去做了一個所謂的衝擊 所以如果提供消費者 他可能有購買意願的時候 養殖戶 他也可以去做一些所謂的 更好的養殖的一個長期計畫 確實對於市長普洛 是有所幫助的 目前情限審核合格 並予以註冊登記的 7家養殖企業 分別位於屏東林邊 方寮 嘉東和高雄永安 農業部說大陸暫停石斑魚進口之後 持續加強管理 確保上市安全 以及可追蹤後續 記者王志文 草民 張春華 台北屏東報導 我是戴立剛 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